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出了这个事西南财大决定即日起解除聘用合同关系 为什么呢 他就是要升舱大闹机场 在上海飞纽约的UA087次航班上 要求升舱未果大闹机舱 被机长拒载 下机过程中撒坡脚踢 我说这是什么门派的 这是三名警察受伤 他咬伤了一个 真的 他有一个动作是 他有一门招数是咬的 然后呢 而且他那个过程我研究过 他要求升舱嘛 他要求升舱 他不是坐在经济上 叫空服说我要升舱 他直接坐到前面 但问题前面那个位置 好像人家说那你不能这么坐 他说不行 那我得坐 我说坐下了就坐下了 那就这么闹起来的是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他这三张照片 有时候我特别喜欢 我第一喜欢看这个 打小三的那个录像 再第二就喜欢看这种 那你看 唯恐天下不乱心 再看下一个 这个 哦天哪 天哪 就这样被拖下去啊 你看再看 好拳击 乘客都在往地下看 往地下看 这就是这个近期的一个 所以他要求升舱 不是说他要补差价去升舱 而是他就是要直接坐在 不知道 他他好像可能提出不下 因为这种事情都常见嘛 我们也都见过 我也常见就是 就有人说我要升舱了 然后或者直接坐下来了 然后不让升舱就闹 我我遇过好几次 我也遇过 我也遇过 很多这种事 可是这回他这个事呢 倒是重了几个点 就第一 你知道今天这种事 常常网上都会拿出来讨论的 然后海外呢 一说就是又证明了 中国人民素质低嘛 对不对 然后游客大闹什么 那我们国人呢 就一定说 这丢了中国人的脸 因为这是个非美国的航班嘛 那接下来还有一层 就完全符合今天 大家最喜欢的那种叙事啊 就是他是一个大学教授 是一个名牌大学出身的人 那应该是精英分子 一个精英分子 有钱 有名誉 有地位 这么坏 这么不要脸 那是大家最喜欢骂的 就等于骂土豪怎么样 第三 更关键 现在这事整个谈变了 你知道吗 他在被抓下去 跟民警扭打的过程中 他喊了一句话 你们怎么能这样 我是美国人 哦 是吗 对 因为他拿绿卡 拿绿卡 绿卡其实不算美国人嘛 对不对 但是后来 大家就笑话 你拿绿卡算美国人 而且更重要就是 激发大家的民族情绪了 对对对 你美国人是怎么了 对 然后而且还是一个中国人说 我是美国人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那这是丢的美国人的脸呢 那是很复杂 就可能中国人 美国人都丢脸 然后呢 所以这整件事 大家就 其实谈来谈去 我觉得这种 这种事件 每个月都有 然后每个月 大家都在重复 重复的都是 刚才我说那几个元素 对不对 都在骂那几个元素 可是 我 我比较 会这么想 可能有些人觉得 我这么想很不好 我会想的是 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这样 就一个人这么说 大闹鸡舱 通常我们就说 可见这个人素质低 可见这个人混账 这个人不是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的答案 这恰恰是个问题 为什么他不是个东西 为什么他这么混账 为什么他会素质这么低 这是需要解答的 他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对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 我说为什么他会觉得这是理所 他会这么做 肯定他是觉得理所当然 或者是不是是情绪 比如说他肯定是一个 我猜测他平常大概也 温文尔雅 人模人样 是什么东西 触发了他的 那个情绪上来 因为今天有时候 我会遇到一些情况 就真的你看那些人 普通正常 他忽然那个情绪爆发 好奇怪 因为你在机场 你现在经常碰见这样的情况 经常碰见 因为我老搭 老搭国内航班 不要老散播这个负能量 等一下 我说到坐飞机 不真的啊 广美 坐飞机的事情 那我现在能给一个小插曲吗 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 我感动到 我都觉得不行不行的 我很少看朋友圈 最近我又有一天半夜没睡着 我就翻朋友圈 我一女朋友 飞美国下了飞机之后 她发了个朋友圈 她下面写了说 这哥们儿数十年如一日 总是给我买头等舱 自己缩在经济舱里面 你说这咋整啊 什么情况 我一个女朋友 她也应该结婚两年左右了吧 她先生 因为她跟她 她先生是美国人 华裔的美国人 那经常要往返 那个美国跟中国之间 原来她老公 每次给她买头等舱 自己做经济舱 为什么呢 天哪 头等舱的票价是很不合理的那种贵法 还不是比较贵 是不合理的 是非常非常 因为没有办法 超出标准的 对 所以她心疼老婆呀 心疼老婆 她就让 因为飞十几个小时 她心疼老婆 让老婆做头等 她自己做经济舱 你要知道那哥们 那个块头特别大 跟我差不多高 那个块头是我两倍大 然后做经济舱 然后让老婆做头等舱 我就觉得好感动 我不提倡这样的做法 我会觉得 如果我是那个老婆的话 我老公什么舱 我跟着她做什么舱 你不能降我舱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对 但是我会觉得 老公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还是很感人的 暖男 太暖了 超级暖男 这太暖了 所以你想 她那么大只 还做经济舱 脾气能好得了 有时候就会 后边搭起来 你听到后头 她女朋友 她老婆 要是听到后头闹事 就知道是她老公了 她老婆还拿个手机 各种 把她老公的姿态给拍起来 那老公 说在经济舱里面 拿个电脑 还不断地工作 然后这个老婆 这两年来 也都接受这情况吗 她觉得很合理吗 我觉得她如果觉得合理的话 她就不会发这样子的 一个朋友圈出来了 但是还是欣然接受 是 但是秀恩爱 这个 有人烦是吗 下一句我就不说了 现在的规律 当然他们不是知名人士 知名人士 现在我发现有种 谁见光 不能见到他人好 这就是 文道刚才讲的 我也有体会 我觉得就是 你知道就是 王硕过去说过一句话 因为他可能有 作为这方面的经历 他说这个崩溃 就是想起了以前的 例子崩溃 就是为什么 突然间你就 就这个人 灯师就崩溃了 我是觉得 为什么 我能理解 比如说 我有时候 我说我要靠窗 比如说 我办登机手续的时候 我明明说靠窗 他也说靠窗 结果到了那之后 我发现他搞错了 并没有靠窗 按说这是件 小事情 但是我就觉得 所以我就觉得 飞机里人 是不是容易有一股的火 疼我就容易 我得强行的 这个意志 有时候甚至 就真是hold不住 就要发作 为什么 明明我要的 就靠窗 干嘛就这样 所以我就说 旁边我们就派 都文涛 托我出去 踩死你们警察 这事件 我火了 你火了 你火了 这次还火了 一个 说是厅官 厅级干部 你听说了吗 出现了 我发现 东北方向上的人民 都很有意思 在三亚 他们好像 越是北方的 越喜欢去三亚 前词 你记得 三亚海滩上 不是有光着的吗 在海滩上 什么意思 裸体在海滩上 这么溜达 给拍下来 成了三亚一景 最近这两天 有一个 说原来 这实际是个 退休的一个 老同志 大概六十多岁 然后被人拍下来 他就穿着一个游泳裤 问题是穿游泳裤就好了 脖子上套游泳圈 问题是套游泳圈就好了 套了一个这么小的 像镜圈一样的游泳圈 我不知道 这游泳圈能浮起来吗 然后他就在打电 他这样走了五公里 一直走到政府 因为他愤怒 他就说 他去一个地儿游泳 然后他自行车和他的衣服 都在那个自行车里 然后他还上了两道锁 结果呢 等他从水里出来之后 他发现车不见了 后来说是被城管 拉走 把那个锁剪了 城管连车带衣服弄走了 老人家 非常那个气愤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这也是三亚一景 我就说他这个游泳圈 我没见过这么小的 你 他 确定是游泳裤吗 对 我也有你这个问题 跟你的这件衣服 颜色是一样的 你想衣服 我是说跟我这内裤 松紧度差不多 黄色游泳裤是好的 为什么呢 就是在海上 遇到有什么事的时候 人家容易看到你 红色会不会更好一点 红色也好 对 最好不要蓝色 继续继续 黄色是容易看到 黄色都湿了之后 里头都容易看到 对对对 然后呢 然后就去广告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现在这个事啊 就给吵大了 嗯 他就是说呢 那天这个城管 把他这个衣服给收走了 然后他就要城管 把他的衣服给送回来 城管方面呢 现在说有两个副中队长 给撤了 那俩副中队长呢 也说挺冤 就是说 这不准你放这个车子啊 但是呢 据这个老人家讲呢 说现场没有这个标志 没有警示牌 说我不准放这个车 而且他说 你大可以给我移到一边去 你为什么就给我收走了 但城管大概也觉得 我也是照张办事 只不过就是说 这衣服没有给他送回来 然后他就步行走到那个政府的大门口 等着城管送衣服 最后城管呢 你知道 收走的这衣服是放在仓库 这城管要是说 接受了他的投诉 要给要给他还衣服 就得先拉上他 然后再到那个仓库 再拿出他的东西 才能给他 所以城管也来晚了 这老人家已经回去了 结果你看 现在你在网上 你要有影响 怎么着 老人家写博客 但是博客没影响 于是他找到了一个微信公众号的一个编辑 那个编辑 并不是他故意要炒作这个厅官 他说我是人人平等 我不能维权吗 但是你看这个今天互联网的这个火的规律 这个编辑就给他加上了个厅官 就三亚这个厅官 穿这个游泳裤在大街上落奔 因为城管收走了衣服 哗一下子轰动全国 就变成了 这事就变成了厅官跟城管谁牛 然后这个 不是 你知道我想到的这个事之后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要不说这还是啊 什么事情放到中国 咱们就老子怎么怎么样 我算是去过拉斯维加斯了 你像三亚这么一个海滨的城市 后来我就假想 真有一个穿着游泳裤里 大家乱走 其实不算出奇 没什么问题 就主要是脖子上套那个 和游泳圈 还有 也不是的 是这样的 比如说 我见过很多那种国外海滩城市 真的就大街上 也穿泳裤 然后到处走 但是 这个事还是要得有点底子 干这件事 就第一 脖子上不要套那个圈 要 泳裤 最好好看一点 不能像内裤 不能像内裤 现在的男士的泳裤 最好都是起码在膝盖 到膝盖为止 对对对 然后第三呢 你身材 要再好一点 有六块腹肌 比方说 第四肤色 也得再好一点 别那么白 这样子 您要是在大街上走 人家一样给你拍照 但拍了那是赛美男的 而且 不是 人老人家天天坚持游泳 天天坚持游泳 这今天自行车是给收 是给城管收走了 不好意思 我是想到这个 拉斯维加斯 我有一个感觉 虽然它也不是海滨城市 但感觉是很热嘛 上面城市 我去 我怎么那几天 我觉得白天都不穿衣服 大街上 我怎么觉得一群 阿拉斯维加斯 一群一群的就光着 我咋没见过 拉斯维加斯 有人光榜子吗 有吗 何止光榜 我去的那几天 就是那个 有一个拳击比赛 有一个拳王 刚刚那个打的那个 就跟一个菲律宾的 那个那个 就那几天 你看着 你那 我没去看 就我去那几天 所以我记得我到的 我说这有拉斯维加斯 大白天怎么都不穿衣服呢 不是 他裸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像有那个老头 他在那个 这挂着一个袋 这一小兜 就把这个 把这个阴幕给兜住 挂着小兜 大家 应该赶上了一个什么 嘉年华会 我知道了 你那是嘉年华会 那个是 GTB 那个是 Gay and Lesbian的 那种那种嘉年华会 是Love Parade 你说那种装饰 我就知道 是游行 那应该是个游行 装束是 同志们很喜欢的一种 在游行中的装束 你在旧金山 一般都是在海滨城市 怎么会跑到 拉斯维加斯做这样的事情 像San Diego San Francisco 可能比较多 我也接过 怎么会在拉斯维加斯呢 跟我有缘呢 所以我 他们跟着你走 所以我就留下 中国来了个 豆温涛 咱俩还厉害看着 所以我就留下 这么一个成见 我说拉斯维加斯 这个地方的人 白天不穿衣服 但是晚上穿衣服 我住的那酒店 白天 他们就都这样 光着就出去了 然后到晚上 他们要去 party 要去酒吧 呵 这家伙穿的那个礼服 僵硬的那个白衬衫 一个个 一光尽亮的 咔咔咔 所以我就说 这晚上在穿衣服 看演出 估计是去看演出了 估计是看演出 看演出要 有的演出是需要穿那个 对吧 所以你 去的时机 跟你住的酒店 那个地点 决定了你看到了这个 所以你看区别在于心里 都是光着在街上走 你因为快乐的 它是一回事 但是像这个老人 人家人家也有 当然网上 这件事现在有争议 也有人说 说你为什么 一定要穿着游泳裤 套着这么一圈 走几个小时呢 当然他说 我他主要是 他心里 一个是他说 他没想到拖那么久 再一个 他觉得是愤怒 我就要做给你看 你看看 你弄的我就光着 它其实是一种愤怒 所以这就又说到 咱们讲的 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这好像一本 名著的名字 它其实是有点像 因为它知道这么走 其实挺伤尊严的 但是他宁愿选择这么做 而不是待在那 比如说找人借个手机 打电话 找朋友 家人帮忙 可见他那个愤怒 表达的方法 其实是挺自残的 他要伤害自己 有点像那种 跪在一个信访办门口前 要自焚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一个人要做到自残的程度 来争取自己的尊严 那背后那个愤怒是很奇怪 一定很大 今天我觉得有时候路上遇到 现在他那个愤怒 是我不能理解的 我也觉得 怎么会这样 是因为 因为它是爆发型的 因为说在机场 或者在高铁站 火车站 你常常有时候 看人排个排的队 闹起来了 打起来了 或者就骂人了 怎么样 但其实很小的事 他怎么会因为 那么小的事起来 他一定是 背后不晓得有什么 我觉得很挺可怜的 你讲 我觉得 我这两天 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因为前两天 我在机场又发生 我有目睹 而且又发生 在我自己身上一个事情 我就在想说 到底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 人有这么多的愤怒 其实归根究底 我觉得就是自私 两个字 他们只顾到自己 想要的 我想要这个 我想要那个 你不要妨害我 你不要侵害我的权益 那天我在机场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在排了队 要过那个 先过那个叫 immigration 然后再过安检 我后来听到后面 就有人 就闹起来了 一个应该是一个 大妈的声音 然后一个男的声音 你别这样子 你别这样子 他说 你阻挡不了我的 我的飞机 马上要起飞了 我就是要过去 你挡不住我的 你挡得不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我就 感觉有那个人群 被推开的 感觉就有人挤啊挤啊挤啊 然后从我身边 就挤过去了 那显然的 他就是赶飞机嘛 他说 我八点就要起飞了 我一看 我也是八点啊 然后那个大妈就说 你八点 我们也是八点啊 然后就 就开始对骂 但是因为 真的挡不住他 他就刷刷 他完全不顾一切的 往前冲了 但是我就想说 这大妈 还真有正义感呢 我才正想着 这事情呢 那过安检的时候 现在因为所有的液体 即便你有很小的东西 你都得拿出来 我不就打开箱子 因为我出去工作 其实就是化妆品跟保养品 那就全部都得拿出来 我就看 全都包扎物 全都包扎物 我就看那大妈 一直见 咻 就往我前面冲 就插我队了 然后冲到最前面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 他前面那个人插了 他不甘心 他也得插 然后我就很开 我说 我说大姐 咱能排队吗 他说 你在那磨磨蹭蹭的 一大早 大家赶飞机 我就会觉得 你刚刚不是才主持正义的 所以 那现在 您怎么自己又插上队了 我磨磨蹭蹭 那 对 你平平挂挂太多 你就应该往后排 因为你身上 你应该永远排在最后 没人了才上去 问题是人大姐往前 那个时候 拿雨伞 充电宝 各种的那个热水壶 他也得拿东西出来 就是说 谁不能 谁能不磨磨蹭蹭 你过安检的时候 是吧 所以我就 我就想 我也一大早的 大家都是五点多起床 赶八点钟的飞机 我也不想去炒这个价 但是就是像这样子的人 他也激起了我心中的愤怒 但是我也得平息我自己 别叫什么劲 你跟着 是会传染的 这个要小心 对 但是我就一直在想 为什么我要愤怒 为什么他会这么做 他不是才刚主持正义完 为什么他自己又要犯这样子的 侵犯别人权益的事情 他其实不是主持正义 他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利益被侵犯 就是自私 不是 我跟你讲 你就刚才我就说这个 裸奔这位老人家 有个细节 那没有裸奔 没有裸奔 对 那游泳库奔 也很有意思 他就还说 你这儿没有警示牌吧 但是另外一些网友也发现呢 他游泳的那地方 写着禁止游泳 禁止游泳 但是他说 那我在这游就游了 怎么了 那但是你应该人性执法 你干嘛把我自行车弄走 你看就是说明 他自己也在禁止游泳的地方 在游泳 但是呢 他指出的是别人 对他的这个冒犯和污吏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今天在我们这 规则只有对自己有利的时候 才是好规则 才是值得遵守的规则 你这个话讲得深了 枪枪三人性 广告之后见 真的 我也是最近 老在各种场合去见到这个人 我真的开始感觉到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 我又瞎解释 是不是我们现在生活节奏大了 快了 还是生活压力很大 就是崩溃 就是想起了以前的历次崩溃 经常有一个人 他像个定时炸弹似的 一般好和大家开着会 是吧 说了说了 啪就啪 我怎么见 有时候电视节目都有这样的 就是你觉得这怎么回事呢 我有时候在想 因为今天我们通常解释个现象 是说大家是不是压力太大 束缚太多 然后是会爆发 可是我有时候会相反的想那事 恰恰是不是因为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约束力 人跟人彼此之间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一般你从人的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 越是小孩 他会越自私 这是必然的 因为婴儿 首先他眼睛真的是近视 你知道 所以婴儿真的是近视眼 他们 第二 小孩都是性情动人 对 小孩是只看到自己的 他的心理发展过程还没有成熟 他的世界只有自己 凡是不合他意 他就哭嘛 他就闹 直到他满足了为止 直到他 所以小孩要有同伴是很重要 他上幼儿园 接触同龄的小孩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世界上怎么旁边有团肉球 我捏他 他也哭 然后你才发现到其他人的存在 你才知道原来这个人也会跟我一样这么哭 跟我一样不满 跟我一样这么笑 你意识到其他人的存在 你开始有同情共感的能力 你开始意识到人我的边界 你知道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在这种环境下 人的心理逐渐成长 你会越来越不自私 应该理论上 某种自私会被抑制 然后人跟人之间的约束力会增加 你会开始考虑 因而他哭 他不觉得没面子 他不会有面子 你在大人哭 你会觉得有点当众大 嚎啕大哭 你觉得有点丢脸 这个丢脸 脸是什么 脸是一个人家怎么看你的事 所以你是考虑到他人的约束力 OK 这就说回来我们刚才讲的事了 正常情况下 我们一般觉得一个人 人模人样 公然在公众场上 忽然大发雷霆 其实挺丢脸的 又或者说 像刚才你说那个哥们 他说那个在后头 就是要插队 嘿嘿 他说什么事 他那个态度太可爱了 就是一般我们要人要插队 我们都说 对不起 我可不可以赶飞机 可不可以让一让 他是说 嘿嘿 你反正挡不住我的 我都觉得 我那时候都觉得 他是一路过一个 嘿嘿嘿 这么一下 你别挡我了 你挡我也没用 嘿嘿 我就是要赶飞机 你看 这种事啊 其实你常理上想 我们觉得挺丢人的 但是 也就是说 今天我觉得 如果我们不是约束不够 或者压力大 有时候我恰恰觉得 是人的怒火 那么容易爆发 是对自己不够约束 是他人对自己的约束力不够 也就是说白了 难听点讲 就是比较不要脸 要脸是一种考虑他人眼光 你会觉得会不会不体面 你比如说你在公众场合 这么土壇 或者杀尿 或者是那么侵犯到别的人 或者是做一些不礼貌 你应该觉得不体面 但如果我们很多人没有这个感觉 那并不是社会压力太大 而是恰恰相反 是不够 你同意吗 我是现在觉得就是 好像就是有的人啊 就你看包括大学教授 很有文化 我觉得心里啊 你看我最近看了一电影 就是叫我的少女时代 哎呦 天呐 哭的我就稀里哗啦 好看吗 少女星 文桃真的有没有少女星 对对对 你连别终谍都哭吧 文道过去讲过 我觉得讲的对了 后来有一个微博网友过分析啊 就我觉得分析的有道理 他说这个你这个哭啊 与电影无关 嗯 就是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就是好像这个心里啊 有太多的伤痕 或者有太多的东西啊 其实你是在一个黑暗的环境里 你想找一个理由 因为在清醒的现实生活里 你一直是抑制的 但是实际上你这一肚子苦水啊 呃 你就 你知道吗 他他是 你你觉不觉得很多人心里 是不是压抑着很多这种 但是你必须找到共鸣点 你才能哭得出来啊 你不是只是为了找一个 他就随便找 遇到一个点 就让他爆发了 对不对 变形金刚一般我也哭吧 你看了火星球员了吗 看啊哭了吗 肯定哭吧 哭啊 当然哭啊 我也哭了 那肯定哭啊 好吧 我现在看什么电影都哭 对 真的 就是 你就是 他哭 他其实就是 真的 小时代我也哭啊 小时代 到最后那几个女的那个婚纱 就是要误场了 然后那几个小女孩拿着婚纱 急哭了 在那个车流里 他慢动作的时候 你不是上女星 我发现你是玻璃星 对 郭景明应该招受了我 你小时候受了什么事啊 我恰恰小时候没受什么事 现在老受气 但你说回来的事 比如说我们来用另一个对比来比照 你看日本社会 常常日本文明很干净 很秩序 日本是高度压抑 那个高度压抑 真的就是人跟人自我监视 特别厉害 特别怕丢脸 于是他们另一面就很变态 对不对 我们看AV都知道 是 但你看中国 其实我觉得我们不是他们那样 我们的生活 我们生活就是AV 对 我们生活本身是AV 我们在公共场所就AV 对 我们直接 就是